这边也是个大圆球的东西 不知道是啥 这还有点呢 现在五点了 五点了 这到这底下了 哎呦我天 刚才进那个商场逛了一圈 看着一件非常非常好的衣服 就是那个 有点类似于高领的那种长袖 价格很便宜 这一百多 然后啊 我这一看 一换衣服的时候 我的肚子 哎呦我天呐 我的肚子就跟他们 怀越了六七个月了似的 这么胖呢 这不知不觉人就胖了 我其实前几年还没这么胖 这一下就胖了 胖了之后两瘦吧 不好受 我再减肥也给他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办法 就是控制食欲 现在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 你不往下用的话 下不去 现在还买了瓶果汁 这果汁喝的不太好 哎呀 又胖了 这个楼真是很漂亮 它这个楼是古典和现代的结合 确实很有很不错 这边的话呢 真是一些商场 但是呢 比别的店面要多 可是还是 在我看来还是不够 如果在中国的话呢 估计每一个门市房都是人 都是店 这边的话呢 就差一些 我记得要是中国的话 这些都也是餐厅 改成小餐馆一个个的 这边都没有 这就是那个冰雕建筑了 前几天啊 一直是远观不可谢晚 今天我是走近 你先看 这楼上这难道是住宅吗 这么屌 住宅该在这里呢 波兰以前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我不知道 它这些房子是怎么分配的 是按需分配啊 还是 这个 现在也是私有的了 不太清楚了 哎呀 这东西都不敢车了 胖人呢 不减肥是不行了 Cash Zone 你看这些都空着了 这个 这是一家什么 水果店 这是一家牛奶店 加勒福 哎呦到加勒福